爱心目击,流浪动物之家,吉姆保暖毛毯 今日天气寒冷,张妈妈流浪动物之家在脸书目击毛毯和毛巾,希望能帮流浪猫狗保暖 创办人张慧明表示,平溪山上天气湿冷,毛毯清洗后不易晒干,因此需要大量毛毯更换 贴文发布后获得热烈相应,目前受到不少毛毯、饲料等物资 爱心不嫌多,过年前希望能募集更多毛毯饲料,但请民众不要把动物之家当旧衣回收站,所以别捐旧衣服哦 详细的募集资讯,可到张妈妈流浪动物之家脸书查询 动物新闻台北报道